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真得提醒大家 尤其到这个关口我们更得注意了 千万不能有刀枪入铺 马放南山的想法 因为这场疫情恐怕跟非典不是那么相似 甚至我们说病毒都聪明了 病毒还有很多变化 比如说前些日子某地人家医院经过几次检测 有一个人出院了 这很好啊 今天我国每天都有几千个病患出院 出院之后人家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小区 他这一出院 他的邻居们那也是松了一口气 你想我这个楼确诊了一律 那我相对就是密切接触者了 有没有可能我被他传染上 现在好了人家本主都没事了都出院了 那我作为他的邻居我自然更没事了 一方面可能是广大邻居终于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另一方面广大邻居也感觉到 你说本楼出这样一个病患 不是他的责任啊 人家也是受害者 所以为了温暖一下他 这位病患的邻居在小区门口列起了长队 一起来欢迎这位病患回家 场面还是很温馨的 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 但是握个手啊 拥个抱啊 问候一下 这位病患自然心里也非常舒畅 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 这场疫情终于马上要离我们而去了 多好的一个事 让人没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大逆转啊 医院在例行检测的时候发现 这位病患复养了 核酸检测发现他又染上病毒了 结果不但这位病患要回到医院去继续治疗 整个他楼的邻居啊 因为来欢迎他 又跟他密切接触了 对不起 还要再隔离一次 咱们这么讲吧 每位邻居出来欢迎他 当然是出于真心的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不要被这种病毒所侵袭 但是我们一定得意识到 这种病毒是非常狡猾的 就说这位病患吧 为什么他经医院诊治 已经没有问题了 回到家里了 又被查出来感染病毒呢 原因一定有很多样 有可能他在医院 在回家过程中 在回家以后 又受到了别人的感染 甚至有可能 经过医院多日的诊治 他体内的病毒已经很小很小了 以至于检测不出来 结果回家几天呢 病毒又增多了 今天在全国各地医院 已经出现了多起 康复者检测复养 又确诊的情况 这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增添了 非常多的麻烦 但是这也在警醒我们 对付这种病毒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稍有松懈 有可能他们就会卷土重来 而且说实话 经过这一个多月 抗击疫情的行动 我感觉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卫生习惯都变得空前的好 出门戴口罩 尽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逛商场 要直奔你买的东西 而不要闲逛 最关键的是 每天要经常反复的洗手 而且洗手要严格 按照科学六部洗手法来操作 不要像以前那样 水冲一下就完事了 我们得承认 长久以来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人是不那么讲究卫生的 甚至有很多人经常有 这个随地吐痰的恶习 我们多么希望 通过这次疫情 哪怕是疫情彻底解除之后 哪怕是我们每个人 都不戴口罩那一天 我们由于抗击疫情 所学习下来的那些 良好的卫生习惯 我们要保持住 因为病毒随时在变 说不定隔一段时间 又有新的病毒出来了 而对抗病毒 真正的好方法就是 搞好个人卫生 加强身体免疫力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赵李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对抗病毒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